一篇文字 一篇文字 一首歌 一种声音 一份私藏 欢迎收听 静波频道 不喜欢假话 哪怕多么装腔做事 多么冠冕堂皇的假话 都不会打动人们的心 人人心中 都有一架衡量语言的天平 晚上好朋友们 我是静波 欢迎来到静波频道 刚才这段话出自 诗人爱情的作品 诗人必须说真话 今晚我们继续为大家更新 美国心理学博士 苏珊·福沃德的著作 原生家庭 如何修补自己的性格缺陷 消失的父母 到目前为止 我们讨论的都是没能给予孩子足够的情感陪伴的父母 而父母的仪器 也会让孩子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问题 我第一次见到肯 是在医院的吸毒青少年心理治疗小组 那时他22岁 很瘦 目光锐利 在第一次小组会议上 就能明显看出来 这个小伙子非常聪明 能言善辩 但同时也很自卑 他有点神经质 要在90分钟的会议期间 老老实实地坐着 对他来说 可没那么容易 我请他在小组活动结束之后留下来 跟我聊聊他的事 一开始 他对我有些戒备 装出一副街头混混 油滑难缠的样子 聊了几分钟之后 他发觉 我并没有恶意 只是真心地想帮助他减轻痛苦 于是 他松弛下来 语气也柔和了 我 我一直讨厌上学 又不知道有什么可做的 所以 我16岁就应征入伍了 我就是那会染上毒瘾的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我的生活总是一塌糊涂 我问他 他的父母 如何看待他参军这件事 他说 家里只有我和妈妈两个人 对于我参军的想法 他一点也不激动 但我觉得 他应该还是挺高兴的 因为他终于可以 排脱我了 我总是惹麻烦 让他伤心 他是个非常好说话的人 我想做的事情 他都不会干涉 不论什么事 我问他 在这期间 他的父亲去哪了 他接着说 他们在我八岁的时候 就离婚了 我妈妈还为此大发脾气 从前 我老是觉得 爸爸是一个特别酷的人 他总能对我做一些 父亲专属的事情 我们一起看体育节目 偶尔 他还会带我出去看比赛 真是棒极了 他搬走的那天 我哭得眼珠子 都要掉下来了 他告诉我 一切都不会改变 我们还会和以前一样 他还会来陪我看电视 每个礼拜都会回来看我 我们还是好朋友 而我竟然还相信他 真是蠢透了 开始的几个月 我确实常常能够见到他 可后来呢 就变成 一个月一次了 再后来 两个月一次 然后 就根本见不着了 有那么两次 我打电话给他 他说他真的很忙 他离开 大约一年的时候 妈妈告诉我 他娶了一个 带着三个小孩的女人 搬到别的州去了 他有了自己的新家 这真让人难受 他这么快就把我忘了 肯定是更喜欢新的家人吧 肯 苦心经营的硬汉形象 瞬间崩塌了 有关他父亲的话题 显然让他感到了很不自在 我问起他最后一次 和父亲见面的情形 他说 那是在我十五岁的时候 这完全是个错误 当时 我被琐事烦得不行 于是就决定给他个惊喜 天 我当时真的激动得要命 我搭了一个便车 一路地奔了过去 整整十四个小时 到了之后 我以为他会非常热情地来迎接我 但事实上 他态度挺好 但也没表现出喜出望外 待了一会儿 我就开始觉得别扭了 我们就好像陌生人 他和那些小孩玩成一团 而我只能傻坐在一旁 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讨厌的外人 你知道吗 那天晚上 离开他家之后 我的心情特别沉重 直到现在 我也还是很想念他 当然 我肯定不想让他知道 我在这儿 等我离开这儿 我还想再试一次 这一次的情况 完全不一样了 这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见面 当肯的父亲一气年幼的儿子时 他在孩子的生活中 留下了一片空白 肯被击垮了 他在学校和家里 都表现出了极度的愤怒 想以此来解决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这种做法 其实是对父亲的呼唤 就好像 他需要有人管教 这一迫切的问题 能帮他把父亲抢回来一样 但是肯的父亲 似乎并不愿意 对儿子的召唤 做出回应 大量的证据表明 他的父亲 不想再和他的生活 有任何的交集 可是肯的心里 仍然抱有幻想 认为自己总能重新赢得父亲的爱 过高的期望 带给他的却是极度的失望 而面对失望 他选择用吸毒 来麻痹自己 我担心他这一连串的遭遇 会继续影响他成年后的生活 我们必须一起努力 来打破这种模式 肯仍然不自觉地 以自责的方式 将父亲遗弃他的行为 合理化 小时候 他认定是自己哪里不好 才会让父亲打退堂鼓 匆匆地离他而去 得出这样的结论之后 必然会产生自我仇视的心理 于是 他就成了一个既无生存目的 又无生活方向的年轻人 尽管他非常聪明 但在学校读书的时候 还是烦躁不安 郁郁寡欢 他以为参军 可以让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发现这个办法行不通的时候 他又开始吸毒 竭尽全力地 想要填补内心的空虚 减轻自己的痛苦 肯的父亲在离婚前 或许是一个称职的父亲 但在离婚之后 他甚至不能给予年幼的儿子 所渴求的最低限度的接触 他没能做到这一点 这严重地损害了肯 尚未发育完善的自尊心 和自爱的心理 圆满离婚这种事 根本就不存在 即使就当时的婚姻状况而言 离婚也许是最健康的举措 还是会对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 造成一定的伤害 但是对父母而言 认识到自己离开的是伴侣 而不是整个家庭 这一点至关重要 父母双方都有责任和孩子保持联系 尽管他们自己的婚姻破裂 生活发生了巨变 一纸离婚判决书 并不能成为不称职的父母 遗弃子女的许可证 父母任何一方面的离开 都会让孩子的心理 产生极为痛苦的缺失感和空虚感 记住 孩子们通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如果家里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一定是他们的错 父母离异的孩子 尤其容易产生这样的想法 从孩子的生活中消失的父母 会强化孩子不被关爱的感觉 继而伤害到他们的自尊心 而受伤的孩子 将会带着这种伤害步入成年 就好像囚犯拖着镣铐一般 造成伤害的 正是他们的不作为 如果父母对孩子动手 或者常常谩骂斥责 我们很容易认定 这属于虐待行为 但是 不称职 或者不合格的父母的独妇作用 却是不易察觉 且难以界定的 当父母对孩子造成伤害的原因 是疏漏 而不是打骂 通过他们的不作为 而不是有所作为时 孩子成年之后出现的问题 和这种有毒的教养方式之间的关联 就很难被人发现了 由于这样的子女 会先入为主地 以各种方式否认这种关联 我的工作 也就变得更为艰难 让问题更加复杂的是 在这些家长中 许多人本就备受困扰 自顾不暇 让人同情 他们常常会表现的 像是一个孤弱无力 或者不负责任的孩子 激起他们已经成年的子女的 强烈的保护欲 这些子女会站起来 为父母辩解 就像是受害者 替罪犯认错一样 不论是 他们并不想伤害我 还是他们已经尽力了 这些辩解 都掩盖了一个事实 这些父母推卸了自己对孩子应尽的责任 这些有毒的父母通过推卸责任 让孩子失去了积极角色的榜样 而没有了积极角色作为榜样 孩子的情感将难以健康地发展 如果你是不合格或不称职父母的成年子女 在成长过程中 你或许没有意识到 除了我应该对父母负责的想法之外 其实你还有别的选择 做被他们情感牵制的傀儡 并不是你唯一的出路 你是可以选择的 这需要一个过程 首先你要弄明白 自己是受错误逼迫 过早成长起来的 这本应属于你的童年生活被夺走了 其次 你必须承认 你在不该自己承担的责任上 耗费了大量的精力 一旦踏出了这一步 你便会发现 自己第一次瞬间找到了 全新的精力之源 这一生中 你耗费在有毒父母身上的精力 最终 却可以用来帮你做出改变 变得 更爱自己 对自己 更负责任 最终来自身的最终的 全身的最终的 我再终于 My friend I thought you would too But I was wrong Now I see myself Still left alone Now I think I know Where I belong I don't want to let This life go on No more No more So goodbye Those bitter sweet memories One so lovely So goodbye I'm gone So goodbye Those pretty staring eyes Once just for me So goodbye I'm gone So goodbye I'm gone So goodbye So goodbye So goodbye I'm gone Those pretty staring eyes So goodbye Those pretty staring eyes Once just for me So goodbye I'm gone So goodbye WW bully Going after the end And you know Now you know bs kadar Boing So goodbye So goodbye See alltså Good organize 喜欢我爸爸的节目 点赞订阅哦